李根总统此时依旧躺在手术台上 因为医生们还没有找到子弹 虽然李根总统的病情是稳定的 但在医学上 病人的麻醉状态持续越久 并发症的发生几率就越高 所以一直处于开放状态下的病人 很有可能在手术台上的某个 跟小导管沿着子弹的轨迹往下滑 再用另外的导管插入小导管中 当导管被堵住时 你能感受到那个被堵住的点 接着我就知道子弹在附近某个地方了 事实最后证明 子弹几乎快到另一半的肺液中 医生非常小心地用镊子夹住子弹 以防将子弹推入更深的位置 最终一颗.22口径已经变形的子弹被夹出 万幸 这子弹是取出来了 经过调查 这个子弹是先打着防弹车 反弹之后打到里根总统身上 从一颗拥有强大杀伤力的达姆弹 变成了一颗只拥有比较小冲击力的流弹 虽然没给里根造成巨大的创伤 但是取这个子弹可是整整取了三个钟头啊 手术之后所有的医护人员看到里根总统逐渐从麻醉当中醒过来 每一个人都松了一口气 虽然总统的安危已经告一段落 但是对凶手的审问还没有停止 华盛顿警方通过不懈的努力 不断收集到新的线索和证据 可最终的结果呢 却让所有人都觉得瞠目结束 经过调查 刺杀里根总统的这个杀手约翰·辛克利 是一名大学辍学生 而他刺杀总统的目的 只是为引起自己痴迷的女影星 朱蒂·福斯特的注意 此前 辛克利给福斯特写过很多信 并且还跑到福斯特当时所在读的耶鲁大学 报读写作补习班 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 更接近自己的偶像 但是一直都没能够得到回应 要如何获得偶像的芳心 在观看福斯特出演的一部电影后 辛克利以为自己找到了芳心 电影讲述的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为了获得一名妓女的芳心 而去刺杀总统的故事 辛克利将这部电影看了十五遍 之后便开始实施 他的刺杀总统的计划 想要赢得福斯特的爱和尊重 他原先设定的目标是卡特总统 1980年11月 吉米卡特与里根 为了争选美国总统而做着最后的努力 此时的辛克利早已准备好枪 已被随时刺杀现任总统卡特 虽然这一切都被美国的特勤局控制了下来 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此事与刺杀总统联系起来 卡特在竞选中连连失利 让辛克利对他渐渐失去兴趣 在几次跟踪之后 他放弃了卡特 因为此时新的美国总统诞生了 所以他选择刺杀里根 辛克利在《华盛顿明星报》中了解了 里根总统的外出活动行程安排 在正规枪支店里买了一把 具有连发功能的左轮手枪 然后他便等待时机制造这一枪